温文尔雅的夫君 用我的嫁妆偷养外侍十六年 悉心教导成才的幼子 不仅是纠占雀巢的外侍子 更憎恨我阻碍了他们一家团聚 心心念念着要我去死 我心如死灰 只觉得此生无望 拔簪自杀的瞬间 我幡然醒悟 我要是自杀了 岂不是刘坚夫淫妇逍遥快活 等什么重生 这辈子我就要复仇 我呆呆地站着 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和我举案奇眉十几载的夫君乔书彦 此时正抱着一个 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妇 眉眼间是难言的深情厚意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我悉心疼爱多年的幼子 此时竟也用如沐的眼神看着女子 口口声声唤她娘亲 我的大脑一度眩晕 她是娘亲 那我是什么呢 侍女挽东面上又惊又怒 牢牢地掺着我发软的身子 断断续续的交谈声 从山下的小屋前传过来 我清晰地听见幼子乔继轩 用一贯飞扬的语调说 那个老女人烦透了 天天就只知道逼着我看书 我看 她根本就是只想让我替她正脸面罢了 所以才压着不许我取秋桃 还是娘亲好 娘亲最疼萱了 中年美妇眼神闪烁了一下 然后轻轻刮了刮柚子的鼻尖 你是娘亲唯一的孩子 娘亲不疼你疼谁 两人之间的亲密 看得我的心脏一阵刺痛 我没想到往日所有的细心教导 在柚子眼里都是压迫 是为了我的脸面 爹爹 你什么时候才能修到那个老女人啊 果不是她 我们一家三口早就可以团圆了 乔继萱还在续道着 那满不在乎的语调却令我全身的血液 都几乎凝固 扮演她的亲儿子十六年 真是会气死了 她的亲生儿子早在刚出生就被溺死了 白让她享受了十六年的天伦之乐 就算便宜她了 乔继萱嘻嘻哈哈的说着 乔书彦和中年美妇也大笑起来 乖萱 娘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乌鸡汤 快进屋去喝吧 到了娘亲这 就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乔继萱欢喜地进屋喝汤去了 我僵硬的瞪大眼 明明该歇斯底里的冲上去 和这群畜生拼命的 可我却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 相敬如宾的夫君的背叛 乖乔董事的柚子的厌恶 还有亲生儿子的早死 这一切都叫我心乱如麻 整个脑袋好似成了江湖 下方乔书彦和中年美妇的对话还在继续 中年美妇窝进乔书彦中 两眼泪光闪烁 乔书彦也握着她的手 七七这些日子苦了你了 家中杂事耽搁着 一直没能来看你 中年美妇含着泪摇头 奴家能够理解家中汉七雕坡 夫君自然该小心行事 为了夫君的前途 奴家再大的委屈都忍得 我几乎要怒急而笑了 这对肩父淫妇 竟然说得好像是我 棒打了他们这对苦命鸳鸯一般 七七你再等等 宋青伤也算有点作用 日日逼着轩儿苦读 如今轩儿年仅十六就高中秀才 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子 你很快就进乔府享福了 不想那中年美妇却摇了摇头 还不到时候 如今 薛儿天天念叨着要娶一个青楼妓子 你要是反对这是难免父子离心 不如利用宋青伤 让她去解决了 那个妓子不仅能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也能让薛儿彻底厌弃了她 乔书彦朗声大笑起来 七七可真是会致蓝心 你说得对 等宋青伤处理好这件事 她也就该操劳而死了 我引在事后 将乔书彦的神情看得透彻 她在说这话时透出的森冷杀意 让我浑身都止不住的发冷 这就是我痴心爱慕了十几年的夫君啊 为了她我甘心下嫁 可她不仅对我从来都是虚情假意 甚至还想榨干我的最后一次嫁之后 送我去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府上的 麻木地将自己锁进屋子中 心中空洞洞的一片余光 突然扫过搁在梳妆桌一侧的画本子 我的视线陡然一顿 这是经中近来最为奉行的画本子拆头缝 画本讲述的是 一个被欺骗辜负的可怜女子 一招重生后大杀四方 狠虐前世渣男 最后顺利找到如意郎君 和谐美满恩爱一生 但凡有宴会 会上的妇人们 总要谈论一番拆头缝中的情节 视线死死地粘在画本子上 我的一颗心扑通扑通跳起来 真的会有重生吗 真的能让我重来一次吗 如果能有来世 我定会避开乔书彦这个出生 定要救下我的亲生儿子 我的神情逐渐变得疯狂 手颤抖着拔下头上的簪子 她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一直关在祠堂 老夫人让你想办法劝一劝少爷 宛东你拦着门干嘛 快让我进去呀 本要刺穿颈部的簪子停了 我的好儿子 不是跑去和她的亲生母亲见面了吗 哪里来的不吃不喝 嘴角慢慢扯出一抹讥讽的笑 直到临死 我才荒谬的发现 我的侍女竟然也背叛了我 这个府上所有人联合起来 把我当傻子一样骗得团团转 她要绝食就绝食吧 我冷淡地说 宛东许氏听出我的语气不太对劲 打发走银箱 慌忙推开门进来 瞧见我抵在井边的簪子 她惊呼一声 扑上来就要夺那簪子 小姐她哭着跪在地上 奴婢知道您心里苦 可您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您还记得张夫人吗 她才自尽不到一寻 张老爷就要把那狐妹子直接扶正 我直接愣住 扶正张氏是我为出格时的手帕交 后来她爱上一个商人 宁愿和家族断绝关系 也要下嫁商人 谁知成婚没多久 那商人就要把妓女扶正了 是啊 宛东语气中带着厌恶 只是可怜了张夫人留下的一双儿女 如今在那狐妹子手下讨生活 宛东的话好似一道惊雷 瞬间劈醒了我 是啊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如果我真的自尽了 岂不是便宜了乔书彦 和外侍那对肩夫淫妇 乔书彦连怎么费心除掉我都不用烦恼 直接就可以和外侍双诉双妻 我的眼中生起滔天的怒火 挥手将拆头缝扫落 等什么重生 这辈子我就要复仇 让我作纳恶人 棒打鸳鸯他们则安心扮演慈父良母 做恶梦 不是想借我的手阻止妓子进门吗 那我就偏要乔继轩取一个妓子 演去脸上的恨意之后 宛东替我重新梳妆 去到乔继轩的听语歌时 我的好夫君已经到了 一见到我他就勃然大怒 你就是这么长家的 轻伤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 我压根没搭理乔书彦 担心和他一对世上 就忍不住一剪子刺死他 我扑到乔继轩床边 娘的好轩 你怎能为了一个女子 伤害自己的身体 这不是挖娘的心吗 乔继轩躺在床上神情孤傲 只要娘一日不同意儿子取秋堂 儿子就一日不吃饭 好娘同意了还不行吗 父子俩同时一愣 乔继轩眼中猛地蹦射出惊喜之色 他从床上扮撑起身体 娘你真的同意让儿子取秋堂 我哭着抹眼泪 你就是娘的冤家 如今你都为了他要死要活了 娘能怎么办 总不能真的看着你绝世自尽吧 谢谢娘我就知道娘最爱我了 乔继轩正兴奋不已 另一旁站立的乔继燕 就要气死了 他沉生道不行 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妓子 进我乔家的大门 我抱着乔继轩苦口婆心 夫君 我知道你一直很不满 轩儿娶一个妓子 还警告我 如果不能制止这件事 就要狠狠惩罚轩 但是看轩儿这个样子 实在不忍心棒打鸳鸯 老爷你要罚就罚我吧 听见我的话 乔继轩不由神情古怪地 看向他父亲 乔继燕目光闪了闪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不是你一直坚决不许轩儿乱来吗 我欣喜地看着他 夫君你这意思是 同意让轩儿娶秋堂了 乔继燕对上儿子又是怀疑 又是期待的目光 终是哑口无言拂袖离去 他走后 我轻易地上前替乔继轩压了压背脚 掏出一百两银子递给他轩儿 你既然一心要求娶秋堂姑娘 就要拿出你的真心来 明天就是花灯节 你拿着这钱 和秋堂姑娘一起去逛花灯吧 乔继轩接过银子 眉目之间先是惊喜 很快又变为不满 这一百两银子都不够 我给秋堂买一只猪钗 娘你多给点 我为难的说 府中中愧都是由你祖母掌管 这一百两 已经是娘娘拿出的最多的银子了 在乔继轩皱眉时 我话题一转不过祖母历来最宠爱你 只要你开口 祖母一定会给你银子 乔继轩这才欢喜地笑了 直接掀开被子就往老夫人的院子跑 听说少爷还在北院那边闹里场 说老夫人和老爷都不是真心疼爱他 只有夫人您才是最疼他的 我眼纯一笑我当然疼爱他 之前我费尽心力替他说了一门好亲事 他瞧不上 天要一心娶一个青楼妓子 既然如此 我这个做娘了就好心成全他 彻底帮他毁了这门好亲事 花灯节第二天 礼布侍郎的夫人就上门来了 我刚喊笑问好 成夫人就皮笑若不笑地说 昨日我家丫鬟 瞧见令公子和青丰楼的花魁 花钱月下海誓山盟 可真是狼才女猫的一对 既然令狼已经有了心上人 之前两家的戏言还是就此做爸爸 话说的有伤有量 但成夫人的态度却十分强硬 我叹了口气 无奈到令爱贤良舒德 是小儿没这个福分养家 之前本来就只是随口一提 如今千万不要耽误了令爱才好 见我没有胡搅蛮缠 成夫人的脸色这才稍微缓和了几分 既然已经说清了 我就先告辞了 正要告辞时 晚东突然传话来 夫人老夫人来了 随着话落 老夫人以满脸笑容的走进大厅 一见了成夫人 她就亲热的叫着亲家母 今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难不成是来商量两家的婚事的 成夫人刚松下去的神色 请客间板了起来 乔老夫人请慎言 乔家可没有给我承家下任何拼书 何来的婚事 再说 我早就听说乔府的公子倾心青楼女子 甚至为了对方绝食抗议 如此痴心之人 我家清元可招架不起 乔老夫人脸上的笑容一僵 我忙站起来说软话 娘既然季萱一心要娶那青楼女子 我们又何必耽误成小姐 乔老夫人煞食大怒 将从成夫人那吃的瘪都撒到我身上 谁说轩要娶一个青楼女子 我不同意 你是怎么当家的 竟然让一个妓子进门 我乔家的脸面往哪搁 那青楼女子要是进门了 你就自请下堂吧 乔老夫人这刻薄恶毒的模样 令我心中的恨意如同烈火般熊熊燃烧 曾经为了乔书彦 我对着这个老东西一忍再忍 她真当我是个软柿子了不成 我顿时捂着帕子假哭起来 娘你对我有什么不满的地方都可以说 之前书彦让我把嫁妆都交给你打理 我也全都交了 娘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就是千万别让书彦修了我 这番话 让乔老夫人和成夫人都是脸色一变 乔老夫人的脸更是黑得吓人 她失口否认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谁让你把嫁妆交给我了 你你这么胡言乱语 不是玷污我们乔家的名声吗 我惊呼一声 担心的看向成夫人 连连对着她点头 是阿成夫人 刚刚我都是乱说的 夫君绝对没有让我把嫁妆全部交出去 成夫人古怪的打量着我们 张嘴玉说些什么 最后还是沉沉叹了口气 宋夫人我就先告辞了 成夫人一走 乔老夫人抬手就想一巴掌扇上来 我眼神一冷 直接截住她的胳膊 然后狠狠一甩 娘我是看那书彦的份上 才肯将嫁妆交给你 既然你不愿帮我打理 那还是将我的嫁妆快点还给我的好 如果明天我的嫁妆没有悉数返回 我可不能保证 堂堂是学讲士 贪图妻子嫁妆的事会不会传遍京城 本来被我推开之后 乔老夫人要发怒 亏见我眼底的冷意 眼角狠狠一颤 不敢在同志前亮教训我 当天晚上 乔书彦就怒气冲冲地进了我的房间 清商今日你怎能如此大逆不到的童娘说话 娘都被你气得发病了 你去北院磕头认错 承诺以后不会再忤逆她 童镜照出她脸上理所应当的傲慢神色 我捏着发簪的手不断收紧 从前的我究竟是有多眼下 才能看不出她俊一面旁下的 高高在上和不耐烦 我的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 今日她当着成夫人的脸如此羞辱我 我自认已经足够尊重她了 也做到了一个当家主母能做到的一切 不知为何 娘就是不喜欢我 难道在她心中 还有其他人更适合做乔府的主母 她认为我占了对方的位置 所以才总是对我挑刺 同镜中乔书彦的眉头一皱 很快右手展开去 她没了之前的愤怒 语气软了几分 轻伤你胡思乱想什么 你就是乔府最好的主母 我无声冷笑 反正不管我怎么做 娘都不会满意 既然如此 我还是拿回我的嫁妆 好生替轩置办彩礼才是 见乔书彦要说话 我直接打断她 你不是总说我对轩太严厉吗 她好不容易有一个欣赏人 我这个做娘的当然要满足她 夫君你今晚去书房 我累了送走乔书彦后 我惬意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起床 乔老夫人就黑着脸 退还我的嫁妆 乔书彦也冷的一张脸 同我说 可以让那个妓子进门 但只能做妾 我转头瞥了眼乔继轩 不知他们昨晚是怎么商量的 乔继轩竟也同意了 我温婉一笑 扭头就替秋堂熟了身 要进门就早点进门 谁知道 这是不是乔书彦和老太婆 想出来的 缓冰迎秋堂 进门之日 除了我和乔继轩 其他人的脸色都难看得紧 他们脸色越难看 我笑得就越是真心 看着乔继轩联系心上人 只能从偏门进的心疼进 我就知道 这位秋堂不是个简单的 果不其然进门还没两天 他就惦记上了乔府的掌家权 娘也该养天年了 既然儿媳进门 理应替你分担一二 请安时还没等我把茶喝完 秋堂就表情娇娇柔柔的开口了 乔继轩在一旁 理直气壮的附和 是啊娘家里的钟馈 你就交给秋堂吧 余光瞥见秋堂 柔弱眼底隐含的算计 我微微勾纯真是好算计 如果以我之前的性子 一个妓子进门的妾室 竟敢妄图染指钟馈 我定要狠狠惩罚他一顿 可如今 我却巴不得乔府再乱一点才好 好啊 既然你有心 就替娘分担一点家事吧 谢谢娘 秋堂又惊又喜 喊娘的语调都真心了几分 执掌钟馈第一天 秋堂走马上任干净十足 不仅去了库房 膳房药药房 连花园这种偏僻角落也不放过 刚踏进花园一脚 他就听到两个小丫鬟凑在一起说闲话 你听说了吗 鸡轩少爷其实并不是老爷的亲儿子 秋堂刚准备修理一顿 这两个嚼舌根的丫鬟 历历威风猛的听到这个秘密 脚步都是一致 什么不可能吧 老爷这么宠鸡轩少爷 怎么会不是亲儿子呢 你不知道 其实夫人没有生育能力 只是老爷和夫人感情好 并不在意这是 少爷其实是他们抱养的 你想想 少爷如果真的是老爷的亲生儿子 他怎么可能同意少爷 娶一个青楼妓子 现在少爷一意孤行 要娶青楼女子的事 已经惹恼了老爷 听说老爷要从族里 另外抱养一个孩子 继承巧府的家业 天哪真的吗 那鸡轩少爷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被赶出家门呗 谁叫他不听老爷的话 不过毕竟有养恩在 肯定也不会让少爷吃苦 就是没了现在的光鲜罢了 这样说的话 如果谁能顺利生下老爷的孩子 岂不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其实我看老爷 现在肯定也后悔了 谁不想有一个亲生儿子 果你能生下老爷的独子 说不定当家主母的位置都坐的 两个丫鬟嘻嘻哈哈打闹起来 离开了花园 徒流秋堂站在原地 眼底神色灰暗 两个丫鬟拐出花园 悄悄来了我的也没格 我递过去一定银子 话都传到了吧 夫人放心保证传到了 借着执掌中愧的名义 秋堂也多了光明正大 接触乔书艳的机会 这个女人其他方面也许一般般 但在勾搭男人方面 确实是人中翘楚 不过短短一个月 她和乔书艳就开始眉来眼去 也许在乔书艳心中 秋堂不过是一个 可以随意卸完的青楼女子 她并没有将对方当做乔家的人 但毕竟 如今她名义上 还是自己儿子的侍且 所以两人之间 暂时只有眉眼官司 没人主动踏出那一步 他们不上当 我就只好推波助澜 这日我借着拜文昌新军的理由 拉着乔继萱一起出了门 又让人在秋堂每日给乔书艳 送去的参汤中 添了点助性的药 行至一半 我轻点带去的贡品时 突然一拍额头 哎呀忘带粽子了 乔继萱语气散漫 去山下买就是 那怎么行我震怒 那可是娘昨晚熬夜包的 每一个上面都写了你的名字 这是成心知道吗 山下随手买的 哪有什么成心 反正还没走多远 马车掉头 回去取一下吧 乔继萱又不过我 只得同意 一回到院子 秋堂身边的丫鬟见了他 就惊慌地摔了手中的杯子 乔继萱眉头一皱 环视一圈后问秋姨娘呢 姨娘姨娘 丫鬟吞吞吐吐 额头上汗水都流下来了 乔继萱彻底沉了脸 一脚踹上去 问你话秋姨娘呢 姨娘在在老爷书房 他给老爷送身汤 丫鬟这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好像一只手揪住了乔继萱的心脏 他不愿怀疑秋堂 可脚步还是悄悄挪到了 父亲的书房外 靠近书房后 熟悉的女子娇柔呻吟 就如同利剑般刺穿她的耳窝 老爷轻一点 奴家受不了了 好秋堂 不是说还要替老爷生儿子吗 等你怀了孕 老爷就把你从萱那逃过来 他不过是个黄毛小子 满足得了你这个淫妇吗 还主动送上门 讨厌看见老爷的第一眼 奴家就软了腿 姬萱从未给过奴家这种享受 男女调情的声音 彻底打破了乔姬萱心中仅存的幻想 看清门口的人后 乔书艳脸色大变 刷得站起身 一把推开身上的秋堂 肩夫淫妇 乔继萱立声大骂 乔书艳脸色忽轻忽白 本来被自己儿子抓包后有些心虚 但听自己儿子竟敢犯上骂自己 瞬间黑了脸 一巴掌扇到乔继萱脸上 混账东西 怎么跟你爹说话的 他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 衣衫不整哭哭啼啼的秋堂 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没有竟敢为了一个人尽可服的荡妇 忤逆为父 这种事要是传出去 我们乔家的颜面何在 这女人留着也是祸害 轩儿现在让为父看看你的决心 等我拿了粽子找到乔继萱时 他正双目失神的 盯着后花园的一口哭紧 怎么了 走啊 我将手轻轻放在他肩膀上 乔继萱却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 尖叫着挥开我的手 看清我的样子后 他才慌乱地起身 娘今天安我不太舒服 改天再去祭拜吧 说完就急急消失在后花园 这天之后 原本在乔府横行一时的秋堂 消失无踪 而曾经亲密无间的乔书彦和乔继萱 两父子之间 也出现了一条无形的裂缝 我似浑然不觉两父子之间的离心 我知道真正的恶战现在才开始 秋堂死后没半月 这日府中上突然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总是神情冷淡的乔书彦 满目温情的 搀扶着一个娇柔的中年美妇 跨进大厅中 乔老夫人已是老泪纵横 等不及女子走近 她就快步迎上去 握着女子的手 哀哀叫七七 你可算是来见姑母了 柳七七也垂泪 姑母是七七不孝 如今前来投奔 还望姑母和表哥不要嫌弃 乔书彦克制的松开手 表妹你能来府上 母亲不知道多高兴 我们怎么会嫌弃 我冷眼看着几人在我眼前演戏 也许不完全是演戏 老太婆这么喜欢 这位被乔书彦藏十几年的外事 恐怕对方真的是她的侄女 今日找上门来 定是来者不善 我用帕子挡了挡嘴角的笑 来得正好 她不来我如何将他们一家 三口一起送下地狱呢 那边三人轻轻热热 在我面前演了一出戏后 乔书彦就开始吩咐我轻商 七七可是我们乔府的贵客 你将以梅阁腾出来搬到主院去 虽然住在哪儿我根本不在意 但是让我主动给柳七七让位 我吃笑一声 行了我看也不必收拾什么主院了 我直接搬回宋家住好了 说着就起身要收拾东西 乔书彦和老太婆神色一僵 轻商你又在闹什么 七七是客人 你这个做主母的 怎么一点容人质量都没有 老太婆更是直接撒泼 你嫁进乔家之后 对宋家来说就是外人了 哪有自己家不住跑去外人家住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乔家怎么了你 能怎么不过就是来了亲亲表妹之后 直接要我这个当家主母腾位置罢了 也不说宋家会不会把我当外人 我为出嫁前的闺房 也是一直给我留着的 轻商乔书彦一把拉住我 勉强挤出温柔的笑你误会了 我就是想着七七是客人 我一家人委屈点没啥 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 这么一点小事 何必打扰岳父岳母和大哥他们 柳七七看向乔书彦的眼中 满是委屈的泪光 她抿唇到表嫂 七七绝对没有其他意思 我呵呵一笑 婶子不用客气 看年龄你也四十多岁了 我哪里担得起你一句表嫂 柳七七脸上故作可怜的悲戚神色 陡然将在了脸上 她的手颤颤微微浮上脸 咬牙到表嫂可真会开玩笑 七七如今不过三十五呀 原来都三十五了 那七七表妹 你的儿子也该娶妻了吧 哎呀 韩一弄孙的年纪真幸福 怎么没见你儿子一同来呢 七七脸上的柔弱神情在维持不住 老太婆黑着脸将我打发下去 去让膳房传善 今日来了贵客 要好生招待才 等我去膳房吩咐厨子 备好我喜欢吃的饭菜后 回到北院一看 好家伙三人连带着我的便宜儿子 已经团团做好了 压根没给我留位置 打眼望去 可是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柳七七不知说了什么 坐在她左手边的乔树燕嘀一声 坐在她右手边的乔继萱 更是张扬地大笑起来 我们一起一眼 可真不愧是亲生母亲 才一个照面的功夫 就让乔树燕两父子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见我踏进屋 几人的笑容都一收 乔树燕更说轻伤 你也许久没有给娘不菜了 今日就站着伺候我们用膳吧 我忍不住轻轻吸了口气 真是给她脸了是吧 在乔树燕满意的目光中 我含笑上前 用勺子摇起一勺汤 然后想了想又放下 直接端起汤盆整个扣到乔树燕头上 啊 柳树燕高亢的尖叫 差点刺穿我的耳膜 老太婆更是气得直哆嗦 你干什么 乔树燕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在她发怒前 我抢先捏着帕子哭哭啼啼起来 夫君我可是当家主母 你这样做不是折辱我吗 你太让我失望了 说完就哭着跑了 乔树燕震惊又带志 最后又不得不咬牙来找我道歉 盯着她阴屈辱而捏紧的手心 我扯出一抹冰冷的笑 这就受不了了 好戏可还在后头呢 在柳树树的调和下 乔树萱和乔树燕的关系进一步破冰 不管内力如何 至少表面上 两父子恢复了往昔的亲密 半个月后 乔树燕的生辰终于到了 按照惯例 她邀请了上级和同僚 同乡及其家眷来家中做客 柳树树身为表妹 自然也出席了宴席 宴席上 其他官员家眷免不得有老生常谈起来 宋青商福气可真好 我看宋青商就是个度妇 天下的男人 谁不是三妻四妾 偏救他 这余光突然瞧见我 那人赶忙闭上了嘴 我却毫不生气 反而笑盈盈地看着那人 说前夫人说得对 夫君如此宽厚我 我自然也要体贴夫君才对 所以趁着今天这个大好日子 我正打算给夫君纳妾 前夫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在确定我说的是真话后 前夫人看我的目光顿是跟他傻子一样 我也不管这些女眷的眼神 直接拉起坐在角落的柳七七 就朝对面的男眷席间走去 过去时正听到有人在奚落乔书彦 如今像乔大人这般痴情的男人 如今可是不多见了 我家妹口子就老拿你来训斥我呢 乔书彦笑着回话见内善度 不像尊夫人这般贤惠 自然是比不得的 我听不得她说这些狗屁 直接朗声打断她 夫君可是误会切身了 府中冷清 切身巴不得再多几个妹妹 和我一起热闹呢 我一把将呆愣在原地的柳七七 对到乔书彦脸前 趁着今天这个大喜之日 不如府上直接来个双喜临门 那七七做夫君你的姻娘吧 姻娘二字触动了两人敏感的神经 两人终于双双回神 注意到周围人看热闹的眼色 乔书彦的怒气几乎要压不住 轻伤你这是干嘛 七七这可是好人家的姑娘 怎可为妾 就连原本坐在另一边的乔乞轩 看见自己的亲娘 被我这个恶毒的养母欺负了 也是赶紧跟着炮杖一样冲过去 狠狠地瞪着我 你干什么要欺负表姑 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不过因为表姑温柔贤惠 又孝顺大方 深得府中上下的喜欢 你就要想出这样一个法子羞辱 逼着她离开吗 你处处都不如表姑就算了 心肠竟也这么狠毒 刘七七也瞬间细子附体 含着眼泪脆弱又悲愤地说 如果你不想七七借住在侨府 大可以明说 何必这样羞辱我 七七这辈子是死不为妾 三人层层递进了一套说辞下 来客们看我的眼神顿时就不太对劲了 嘖嘖嘖没想到宋青商果然是个毒妇 竟然这么羞辱一个无辜的好女子 连宋青商的亲儿子都骂她是个毒妇 可见她的品行低劣到何种地步 议论声不绝于耳 我握紧了掌心 不就是演戏吗 跟谁不会是的 我也一甩帕子哭起来 七七我不是想折辱你 只是这半个月里 我看你和夫君举止亲密 夫君从不允许我随意进书房 可他却允许你深更半夜 和他在书房独处 我以为你们二人是情投意合 不过是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 才有我这个做这么事的开口那切 不想经说我误会了不成 乔书彦脸色顿便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和七七独处一事了 不信你问萱 这些日子 萱都是在书房中的 乔继萱忙不迭作证 对啊娘 你怎么可以心思这么恶毒的 揣测父亲和表姑 字字刻薄 我看着乔继萱充满恶意的脸 一字一句道 娘竟不知道 原来在萱心中 表姑竟然比我这个 从小教养你长大的亲生母亲 更重要娘 不过是想让你父亲和他的表妹亲上加亲 如何就恶毒了 想着往死的我 甚至连一面都没见过的亲儿子 我眼角的泪和恨意不由更真切了几分 为了刚认亲不过半个月的表姑 口口声声骂自己的娘亲恶毒 不知道的 还以为柳七七才是你的生母呢 生生气血的一句话吐出 对面的乔继萱的脸色骤然变得煞白 虽然他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虚张声势的怒视我 娘我当然是你的亲儿子 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就说这种话吧 但这么多人看着他 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心虚 神态还是显露无疑 这么一说 乔公子确实跟宋夫人长得不像 乔大人是桃花眼 夫人是柳叶眼 天生乔公子却和那位柳七七姑娘一样 都是姓眼 有人下意识吼出几句 立马又闭上了嘴 因为突如其来的话 现场更死记了几分 就连一向冷静的乔书宴 这下也面色发白起来 最后 还是乔老夫人突然捂着胸口倒下装晕 才结束了这场尴尬至极的生辰宴 客人们离开后 之前躲在人群中趁乱喊话的宛东 上前扶住我 我不再管烂摊子 直接回了一枚阁 之后几天 在我的刻意引导下 城中开始出现质疑乔继轩是乔书宴 和外事偷生的私生子言论 宴席上乔继轩为了维护柳七七 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大骂 我是毒妇的言论 也成了最好的证据 这些充满鄙夷的流言蜚语 让从小就是天之骄子的乔继轩身受打击 更致命一击的是 他相识落榜了 众人以为可以争一争的人 却连正榜都没入 沦为副榜第一 虽然同是第一 但正副榜可是天差地别 原很简单 当今天子极为讨厌术初子 当初先皇就差点为了一个术子 废掉他的太子之位 如今乔继轩不仅是敌术不明 更涉嫌术初子冒名顶替敌初子 可谓是犯了陛下的大忌 负责相识的主考官 自然不会为了一个身份不明的秀才 冒险直接让乔继轩落地 万事太平 当乔继轩失魂落魄地来找乔书艳时 我正在书房和乔书艳争执 如今薛二陷入这样的流言蜚语中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直接把柳七七送走 只要她消失了 时间久了 这些流言自然就会消失 对面的乔书艳明知我说的十分有礼 但分隔十几年 如今好不容易可以和心上人团聚 她怎么舍得和柳七七分开 这件事和七七有什么关系 那些无知的人要乱传就乱转 七七是无辜的 为了这种原因将她赶走 岂不是欺负一个弱女子 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难道在你心中 一个表妹比薛二的前途更重要吗 只要柳七七存在一天 关于薛二到底是不是外世子的争论 就会永远存在 如果让流言愈演愈烈 等到陛下也怀疑 薛二是你和外世的私生子 她的十年寒窗就全毁了 乔书彦面色微松 但她还是耿着脖子不肯松口 见她冥顽不灵 我愤怒地摔了满地的悲战 推门二出时 正看到乔继轩神色恍惚地呆立在门口 我落着泪看她 薛二都是娘没用 劝不动你爹 如果柳七七没有出现就好了 在她出现之前 我和你爹是精忠皆知的恩爱夫妻 你是举世闻名的神童 精忠无人不羡慕 可是现在 你爹会为了她对我大呼小叫 连你的名声也被拖累 更害得你被陛下咽气 呜呜你爹为何如此的糊涂 要为了一个外人 毁掉自己亲生儿子的前途 我捂着帕子呜呜假哭 抬眼偷看到对面乔继轩清黑的脸 笑容转瞬即逝 乔继轩因为我的话心神大乱 她抓着我的手问娘 我要怎么办 你难道真的要看着儿子前途竟毁吗 我抽叶摇头 你爹如今根本听不进我的劝 我看他要为一个柳七七毁了整个乔府 呜呜呜 然后摆出为情所困的身宅妇人样 气不成声堆奋离去 离开前我清晰的窥见 乔继轩眼睛中正闪烁着难以言喻的暗盲 这天之后我直接就病倒了 躺在床上万事不理 腹上乱成一团 风言风语甚嚣 躺了几天后 一个我等待许久的契机终于到了 乔继轩寄托了所有希望的复供名单出来了 上面同样没有他的名字 前几天他还可以安慰自己 虽然没入正榜 但只要被选入复供名单 同样有进入国子剑学习的机会 可现在他的希望全没了 听完这个消息 我立马放下手里的香瓜 叮嘱宛东全盯着竹苑那边 有什么动静立马通知我 没过多久宛东捂着胸口 一脸激动又幻灭的神色 目光游离地走进来 小姐竹苑那边发生了大事 您快过去 虽然有了宛东的预防针 但看到竹苑内惨烈的一幕 我还是被震了一下 柳七七躺在地上 嘴角不断流着黑色的血 乔树燕痛苦万分地抱着他七七七 而后扭头向头愤怒的牛质问乔继轩 你这个逆子 你怎么能亲手毒死七七 他可是你 正痛不欲生地吼着 余光突然劈见我 后面的话猛地截住 乔继轩脚边碎了一个瓷碗 他冷漠地站着 他不过就是我的表姑罢了 要是他老老实实去府外呆着 我也不是不愿意养他一个外人 可谁叫要挡落我的前途 我哀哑一声冲进去加入混战 傻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请大夫 不许去 齐继轩突然大喝一声 身为二十四孝好儿媳 这样的好戏 我怎么能一个人赌赏 不叫乔老夫人来乔呢 我给宛东使了个眼色 他十分机敏地退下去 这边 父子子孝的两人还在生死力竭地互骂 你还是个人吗 难道你真的想叫你表姑去死吗 乔书彦难以置信地看着乔继轩 乔继轩则是默然地看着地上 一直看着他 眼中泪水闪烁的柳七七 表姑你一直说爱我 那么现在你愿意为了我的前途去死吗 眼泪断了线一样 从柳七七眼角滑落 他绝望地闭上眼 心头掉着的最后一口气终于彻底散去 七七七七呀 眼睁睁看着心上人死在自己怀里 还是被两人疼爱多年的儿子亲手毒死 乔书彦撞落疯癫 他死死瞪着乔继轩 突然抓起瞪狠狠往乔继轩身上砸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 我打死你 我冷冷地看着父子二人打成一团 直到这一刻 我才彻底看透乔书彦的冷漠绝情 他的自私利己不是对我一人的 对着他如今心心念念的心上人 他还是同样的自私 明明他一早就可以替柳七七叫大夫 但他也知道今天的是传出去 会给乔府造成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就这样深情又痛苦的 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死去 乔老夫人的尖叫 给这场父子之争画上句号 失去理智的乔继轩抓起身旁的茧子 狠狠扎进了乔书彦的下腹 乔书彦轰然倒在了地上 他捂着血淋淋的下体 震惊地错愕地不可置信地 看着被自己当作继承人的儿子 乔继轩也傻住了 愤怒潮水般退去 被弄火冲昏了的脑袋 终于艰难地清醒过来 茧子从他手心坠落 直直砸到地上 与之呼应的是 乔老夫人哀嚎一声 直接重重地摔落在地 乔继轩在他失手重伤自己父亲之后 终于慌了 他六神无主地拉着我的手 娘怎么办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有意伤害父亲的 柳七七 不过是一个没有正经名分的外事 他的存在 更严重毁坏了乔继轩的名声 杀死柳七七 也就无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大于弊 但乔书艳不同 他不仅是乔继轩的生父 更是朝廷命官 要是被人知道他刺伤了自己的父亲 他的前途就真的彻底毁了 我哭着扑到乔继轩身上 夫君夫君你怎么了 夫君你快醒醒啊 大夫很快到来 一看到乔书艳的状况 当即就白了脸 乔老夫人老泪纵横 大夫我家书艳怎么样 你说说话呀 大夫有些哆嗦的说 乔大人的情况不太好 乔老夫人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乔大人的下半身很可能会瘫痪 而且简子伤得太深了 乔大人今后怕是不能忍到了 床上的乔书艳激动的两眼一翻 昏丝了过去 乔老夫人脸上的皮肉狠狠一颤 腿一软直接瘫在了地上 他哭得不成人样 一边是他的亲儿子 边又是他最疼爱的孙子 他心疼自己的儿子 却也没办法 眼看着自己的乖孙子被抓进牢房 只能自欺欺人的捂着眼睛痛哭 可现实终究不能让他逃避 很快刑部的人就闯了进来 早在知道竹苑这边乱起来后 我就让人去请了刑部的人 此时他们来得刚好 不管在哪个朝代 杀父都是大罪 虽然乔书艳没有死 但乔书艳的行为已经足够 他被打入大牢 受尽酷刑了 刑部员外郎张大人进来后 眉头一皱 环视一圈之后 目光在乔书艰脚下 染血的茧子上顿了几秒 而后一开视线 陈生立和乔大人是被何人所伤 乔老夫人看见刑部的人慌了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不关我算的事 都是宋青山这个毒妇要害死我 你们把他抓走 把他抓走 乔继萱被吓了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死死地抓着我的手 娘你不会不管我的对吗 我可是你唯一的孩子 也是爹爹今后唯一的子嗣 你肯定会救我的 我不能死 我还要高中状元 娘救救我 他满怀稀奇地看着我 目光中充满可求 可求中又带着几分笃定 迎着他的目光 我狠狠甩开他的手 痛苦地摇头 急萱你太让娘失望了 你就是仗着自己是乔府的肚子 才会做出杀父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来 在乔继萱难以置信的神色中 我摸上自己的肚子 娘已怀了两个月身孕 你爹也算是后继友人 轩娘就是在疼爱你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一错再错 本来见我没有替他顶罪 乔继萱的心里就濒临崩塌 此时又听我说怀了孩子 他不再是乔府唯一的继承人 他彻底崩溃了 他愤怒地捡起地上的茧子 就朝着我的肚子捅来 我要杀了这该死的畜生 剪刀还没碰到我 他就被张大人一脚踢飞 他怒目远睁 把乔继萱抓起来 如果没闹到他跟前 他也懒得管警官的家里是 随便找个下人顶罪 这是他也就睁之眼闭之眼了 可如今乔继萱胆大包天 当着他的面都敢示母 完全是不把刑部放在眼里 这种狂徒 他定要好好教训 乔继萱被刑部带走时 完全没了刚才的凶狠模样 声泪俱下地哀求着我 娘我错了你救救我 救救我 轩轩轩 乔老夫人亮亮呛呛跟在后面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乖孙子被抓走 昔日神童杀父侍母这件事 性质太过恶劣 加上又有我这个亲生母亲的指认 乔继萱很快就被判了斩立绝 消息传进乔府 乔老夫人眼睛都哭瞎了 乔书彦看着自己 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下半身 眼中满是恨意 自己亲生儿子被判了死刑的消息 都怪宋青伤这个毒妇 都是你害死了轩 你还我的轩来 听见乔老夫人一直恶言恶语地骂我 他忍不住道 娘都是你宠坏的那个混账东西 竟敢杀父侍母 还好青伤又有了身孕 我乔家也算后继有人 说着温柔地看向我 青伤还好有你在 我也含笑回望他 对启夫君大夫诊错了 我没有身孕 乔老夫人的哭声猛的一致 他哆嗦着问我你说什么 我说我没有怀孕 现在乔季轩死了 你的好儿子也废了 你们乔家恐怕要绝后了 看着我笑应的脸 乔老夫人眼中盛满了恐惧 他紧紧抓着自己的胸口 你毒妇毒妇话音未落 直接悲悯一声 气血攻心一命呜呼 娘床上的乔书艳挣扎着翻身 摔落到地上 宋青伤你这贱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季轩也是你的孩子 我对你情深义重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我的孩子我瞬间冷下脸 狠狠一巴掌扇到他脸上 他的脸瞬间红肿起来 我的孩子 早就被你和柳七七 这对肩负淫妇杀了 乔书艳你骗了我十几年 亲手杀了我的孩子 我定会要你们血债泄肠 盯着乔书艳震惊恐惧 难以置信交杂的脸 我轻轻笑了一声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乔福落到你族人手上 你会有孩子继承家业的 我换来晚冬 老夫人因为苏儿的死 气血攻心暴毙 夫君瘫痪在床 我又怀了身子 从今天起 乔府闭门谢客 所有客人一律不见 另外 我在乔书艳目自欲裂的表情中 依然道 给我找几个家世清白 身体强健干净 长相帅气的男人 毕竟 我还要早日生下乔家的继承人呢 一夜欢愉过后 我打发走知情 拾去又帅气健壮的花奴 床榻上的乔书艳 早就因为愤怒而满脸通红 青筋在他颈尖蹦起 连嘴里塞着的布团都染了血 他的下半身 因为长时间没有清洁 而散发出臭味 甚至有虫子在他腿肩爬 贱人有本事杀了我 我挑了挑眉 想死可惜了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死去的 毕竟你死了 我就是寡妇 现在孩子还没长大 孤儿寡母的 万一家产被其他族人抢去了怎么办 我十分贤惠地 替乔书艳擦了擦满头的冷汗 你可要长命百岁地活着受尽折磨 亲眼看着我的孩子长大成人 说完 我只起身将手帕扔到乔书艳脸上 夫君你并糊涂了 我让下人给你灌一碗参汤 对了你总是说一些惹我生气的话 为了不和你置气 我还是拔了你的舌头好了 手帕下乔书艳发出惊恐的囚牢声 雅努走进来 强硬地掰开了乔书艳的嘴 暖冬端了鸡身汤上来 看着油腻腻的参汤 我突然一阵干呕 我愣住片刻 眼中惊喜万分 手不由放到肚子上 孩子你终于回来了 这次你娘一定会保护好你 我再没心思折腾乔书艳 迈步走出院落 院子落索 今后除了雅努 任何人不得进出此院 哎呀哎呀 乔书艳凄厉的嚎叫 被关在了院中逐渐消失不见 就让她孤零零荡 在阴暗的院子里腐烂吧 我要去迎接光明的未来了